好 那我請教明傑 中國的間諜衛星的雷射激光 到底可能有什麼作用 剛剛畫面上看到 蕭惟儀被拍到居然有這種從天而降的 這種所謂植樹的綠光在那邊掃描 那NASA的這個專家比對說 這個非常可能是中國的大氣一號 這種環境監測衛星 那他透過這種雷射 雙波端的雷射光去掃描大氣 想要獲得二氧化碳的濃度 那本來是為了要探測這個大氣污染 如果今天是中國的氣象衛星 你要掃去中國大陸 空氣污染這麼嚴重的地方 去那邊掃描 可能還站得住腳 你跑到夏威夷這個地方 去開啟雷射光 來對夏威夷這個地方空域進行掃描 到底背後的動機違和 絕對當然不單純 因為我認為這一枚這種衛星 它扮演的角色 其實跟先前入侵美國領空的 這枚間諜高空偵察衛星 其實是一樣的 我認為都在收整整個大氣的環境參數 那作為可能未來 不管是洲際彈道飛彈高尚因素武器 攻擊所需的環境 這一個參數數據 那這個動作當然也表示說 同樣的不只是高空氣球 衛星也在扮演這種隱民衍軍的角色 那當然夏威夷有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珍珠港海軍基地 或者空軍的西肯基地 甚至印太司令部的所在地 那在這個地方用衛星來用雷射來對它進行大氣的掃描 我覺得背後絕對是不單純 那金融時報當然有報導 除了美國發現說中國這種間諜氣球頻頻入侵之外 那飛到五大洲 其實台灣恐怕就是這個最前線 那可能受到中國間諜氣球騷擾最頻繁的一個地方 那他引述台灣的官員說 這過去至少已經有數十枚這種高空氣球被發現 甚至平均每個月就有一次 那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個人認為說 基本上來講如果要相較於美國 其實中國利用這種所謂高空間諜氣球來偵查 台灣當然也是軍事收集的 收集數據的用途 不過效用我認為比美國本土低 因為相較於這個美國來講 為什麼要用高空偵查氣球 因為他本來就這個不敢喔 光免彈簧直接公開進入美國的領空 所以用高空氣球這種可以眼人耳目 不容易被發現的這種載台喔 才有可能這個悄悄的滲透到這個美國的這個本土 那對台灣來講 其實我們過去看到 其實他的這個對台灣喔 不管是電針機啦 海側這個情報船啦 基本上離台灣其實已經非常的近喔 過去每年漢光演習 或者九旁紀錄只要一打飛彈 你就看到他這個電針機出現在附近空域或海上 有所有情報船都在進行飛彈參數的收整 換句話說他對台灣的這個情報收集 其實他有更多的手段 那同時更不要講 他從這個內部喔 直接由這個供碟來滲透 可能可以獲得更多的人員情報 所以用高空的偵查氣球 特別是因為台灣的眾生短喔 他不像美國本土這麼大喔 他其實飛越台灣 如果以他每個小時一兩百公里的時速 其實很快恐怕就飄過這個台灣上空 換句話說我認為喔 這樣的一個近太空的這種所謂的 增收武器的一個打造 主要還是針對美國本土而來喔 那當然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高空氣球的威脅 並不是喔 對台灣沒有安全上的一個疑慮喔 那當然我們觀察去年喔 其實2月我們先談過說 這個國防部罕見證實說 有連續四波的高空氣球 可能飛越台灣本島上空 但是我認為你要注意這個時間點 因為到下半年8月 馬上解放軍就對台軍演的時候 就打了11枚導彈 所以2月到8月之間是不是2月這個動作 就已經在收整他要準備喔 對台灣上空飛越用導彈方式 來這一個展示武力喔 這樣的動作在做準備喔 這我覺得中間是有關聯性的 換句話說再回頭去看喔 所以在講說 北京抗議是因為裴洛西訪台 所以發動這場軍演喔 我認為絕對不是喔 因為這個相關的劇本跟軍事的準備 早就已經被脫 那當然美國面臨這樣的一個困難 跟氣球入侵的這種所謂騷擾的危機喔 那當然台灣未來 絕對也會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喔 因為2月9號算氣象專家說 這一個在台北上空 有一枚就是這種高空的間諜氣球 不過國防部強調說 這個是在台灣的外海40公里 但是他當然不是在那裡固定不動 順著氣油 他非常也可能已經飄過 或者會飄過台灣 那這個難題其實不管喔 全球各地都面臨中國間諜氣流騷擾 都要面對喔 那只是說 這個部分 我認為軍方必須也要先建立一套SOP 同時必須也要跟外界講清楚 打氣球 當然看到這一次喔 美軍F22可以飛到5.8萬 因此的這個高空 可以用AM9X把它順利擊落 但是如果今天這枚氣球飛得更高 7萬尺 8萬尺 10萬尺 可能也不見得能夠順利擊落 所以台灣軍方必須也要建立一套機制 但是如果飛行的高度 譬如說2萬到4萬尺 甚至會影響到民航 這當然要打下這無庸置疑 但是如果有困難度 恐怕也必須要先讓民眾來了解喔 那當然結合盟友 因為現在美國已經聯合全球 大概四五十個盟國要展開 相關的心思問罪的動作 那台灣當然也可以配合這樣的腳步喔 那當然不管如何 政治上跟軍事上 都要讓北京有所警惕 跟這個避免後續類似的騷擾行動 好我們稍後回來